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是完成的第二步是吧 第二步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这个流程是吧 流程的话首先是创建项目录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项目录创建完之后 我们把什么呢 用photoshop怎么样呢 就是切片吧 切出我们要的一些小图片 是不是这样的 刚刚这第二步我们完成了是吧 那么这些小图片我们什么 是不是已经拿出来了 这些小图片已经有了 好那么接着我们来说的是第三步 第三步的话将什么呢 将装饰类的图像合并制成雪碧图 什么叫装饰类的图片呢 我们来说一下啊 那么什么叫装饰类的图片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图啊 这个效果图我回去一下啊 假装回到 回到这里啊 好回到这里 然后可以先把什么 切片的话 大家切完之后可以存一下啊 看我Ctrl加L是存一下 存一下都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你刚才切片的这些工作 可以保存下来啊 那么的话 但是切片在这上面怎么样 是不是不好看呢 可以先把切片藏起来啊 然后这个仕图里面有个什么 显示 切片 是不是现在可以先藏起来啊 好 如果要用的时候可以再把它显示出来啊 仕图显示 切片 是不是这样的啊 可以把它藏起来啊 试图显示 切片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装饰类的图片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先看一下这个搜索吧 搜索旁边 这是不是有个放大镜呢 这个是不是属于一个装饰类的图片呢 如果说这个放大镜 这个图片没有的话 怎么样 这个功能还可以 可以做吧 因为最终我们是在里面输入文字 点这个搜索 是不是可以搜啊 所以它是属于几个什么 装饰类的图片 是吧 它不表示什么具体的东西 它只是装饰一下这个搜索 这个字 有没有 是吧 好 又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购物车 这个车子 这个图片如果没有的话 也行吧 这个购物车 我点了我的购物车 或者是这个上面选择购物车里面几个商品 对于这个图片有或者没有 是不是不影响它的功能呢 是吧 不影响它的功能 是不是这样的 不影响的功能 像这个图片的话 是属于装饰类的图片 又比如说这个图片怎么样 是不是属于装饰类的 这些图片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菜单还是可以用吧 是不是这样的 只是怎么样 不好看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属于装饰类的 好 这个叫装饰类的图片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片是不是属于装饰类的 这些图片的 这个图片肯定就不是装饰类的 它是一个具体的什么 相当于一个活动的图片吧 相当于说 比如说这些幻灯片是吧 这个幻灯片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属于什么呢 一个比如一个活动的一个广告的图片 明白没有 它是属于内容啊 它不属于装饰 如果这个图片没有的话怎么样 是不是影响功能呢 我现在要做这个广告 你这个图片没有了 我这个广告是不是看不到啊 明白没有 所以这个是属于内容的啊 它不属于装饰明白没有 是吧 它是放在这里是好看 但是它也是有功能的 就是一个广告 比如说打一个广告 比如说做一个什么活动啊 打个广告是不是啊 这是属于内容啊 比如说这个广告的图片也属于内容吧 是吧 这是一个广告图片啊 好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产品的图片是属于装饰类的还是属于内容啊 属于内容啊 属于内容啊 这个产品的图片没有了 这是不是有问题啊 是不是影响它的功能啊 好 这种图片的话是属于什么 内容啊 像这种什么 就是装饰类的图片属于点缀的 让它更好看的 是吧 这是属于装饰类的啊 又比如说这个啊 那么接着来说一下这个logo啊 logo的话 logo应该是属于什么呢 内容啊 不属于装饰类的啊 大家这么想吧 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网站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互联网上面 你希望什么呢 搜索引擎可以收到什么图片呢 是吧 你这么想就知道了啊 比如说搜索引擎可以收到你的logo 是不是有好处啊 这个logo是代表你企业形象的吧 是吧 我认识这个logo 我就知道你这个企业了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这个是属于内容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属于内容的啊 属于内容的话 那么这是什么呢 就不属于装饰类的啊 如果搜索引擎把你的这个小图片收到了 有没有意义啊 没用吧 是不是这样的 肯定没用是吧 这有什么用啊 它只是作为有装饰的 作为有网站的装饰 又比如说搜索引擎把你的这个 那产品图片收到了有没有用啊 肯定有用吧 这是不宣传你的产品啊 好 大家这么想就知道了啊 就是表示具体内容的图片的话 那么这个是有用的是吧 那么有些图片是表示装饰类的图片啊 那么它只是用来什么 让我们的网页更好看 作为一个点缀的啊 好 这就是装饰类的图片啊 那么像这种图片的话 我们刚刚是不是切出来了 是吧 像这种图片是不是属于装饰类的图片呢 已经切出来了 每一张图的话是怎么样呢 我们如果做到网页上怎么样 每一张图 我们在网页上如果放的话怎么样 它都有一个HTTP请求吧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要写这张图片 那么这个网页是不是要什么 服务器上去要它的图片呢 服务器上然后下来下来之后 我们才能看吧 一个图片就相当于一个HTTP请求是吧 我们现在有几个 一二三四五是吧 这么多是吧 那么是不是有这么多请求啊 如果说我们把这图片 把它合并成一张图怎么样 是不是就可以节约这个请求啊 这样子啊 那么的话这个就是关于什么呢 这个 接下来的这一部什么呢 第三部就是关于雪碧图的制作啊 雪碧图制作是干嘛呢 就是把这个装饰类的图片 合并制成雪碧图 这些雪碧图是什么呢 是什么情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要节约什么呢 节约这个HTTP请求数 然后什么 优化前段的性能吧 优化前段的性能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把这些图片进行合并 是吧 合并的话 只要是用到了我们昨天学的知识 就是我们要什么 新建一个图像嘛 新建一个图像 然后把这些图像怎么来放进去啊 把这些图像放进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新建一个图像啊 比如说文件新建一个图像啊 新建一个图像怎么呢 我们先这个宽度和高度先什么 先任意的给一下 比如说宽度先给个100啊 高度的话先给个什么呢 给个800啊 大概给这么一个东西啊 给这么大一个图像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把背景设为透明啊 背景设为透明啊 好 新建这样一个图像啊 新建一个图像是干嘛呢 我们要把它图像全部放进来 然后怎么样呢 把它存成一张图 明白没有 把它存成一张图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先把它什么呢 先新建这样一个图像啊 新建图像之后 那么为了防止我什么呢 就是 什么 这电脑什么 关机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断电什么 就影响我的什么呢 这个 什么工作啊 我先把它存一下是吧 存的时候先存成PSD啊 先存一下存成PSD啊 存储为啊 存储为啊 存储为 然后把它存成PSD啊 好 把它 假装这个PSD文件 叫什么呢 ICOMS 是吧 复数吧 很多个图标吧 ICOMS.PSD啊 把它保存一下啊 好 确定 好 接着的话我就要什么 合并那些图了吧 合并那些图怎么合并呢 刚刚我们也学了是吗 是吧 我们可以怎么样 是把这些图全部拖进来啊 拖进来啊 好 那么这个拖的顺序的话怎么样 按照这个顺序来放啊 按照顺序来放 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网页起始的这个时候 是吧 这个网页刚刚死的时候是什么呢 刚刚死我们要用 要用哪张图 用在这个放大镜吧 是吧 先要用这个放大镜 然后再用这个购物车是吧 然后再用这几张图片吧 然后再用这个箭头吧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先把放大镜放进来 是吧 放大镜啊 icon是里面啊 好吧 放大镜放进来 在这个里面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放大镜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是吧 好 直接可以拖进来吧 好 拖进来啊 好 直接把它拽进来 是不是这样的 再来之后然后打对勾是吧 那么是不是就进来了 好 这个进来之后怎么样呢 它是不是 是不是很不好看的 这个有个棋盘额 是不是这样的 很不显眼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子 先在图层这个密码里面 我们先可以什么 先新建一个图层啊 把这个图层怎么来 放到最底下 把它拖到最底下 然后把它填充一个背景色 等会我们存的时候 把这个背景图 可能把它藏起来就行了 明白没有 这个方便我们编辑啊 好 我们背景图用一个什么呢 背景的色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灰色就行了 用一个深灰色吧 拿一个深灰色是吧 好 确定 然后这个图层一吧 这是背景图层啊 然后直接点编辑填充就可以了 有人说你不选吗 好 如果我不选 不选这个区域的话啊 我可以选区域填充吧 如果我不选区域的话 它就是针对整个图层来进行填充 明白没有 针对整个图层来进行填充啊 好 编辑啊 填充 然后是前景色吧 确定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是不是就好看了 是吧 好 接下来的话我要把这个什么呢 图怎么样呢 把它放一下是吧 放多少呢 就是每一个什么呢 就是按照规律来放这些图啊 好 首先是这个放大镜是吧 好 点这个放大镜的这个图层是吧 把它放上去吧 放上去啊 放到这里来啊 放到这里来之后 那么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顶格了是吧 顶格放啊 那么有时候为了防止什么 它裁切掉啊 比如说这个图像上面有透明的一些信息 快裁切掉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什么 把它什么呢 稍微了什么 移一下啊 移到稍微一个像素啊 比如说这里移一个像素啊 好 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 放了第一张图吧 放了第一张图啊 好 接下来其他图怎么放呢 我们有规律的放啊 想说每张图它的间隔是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间隔啊 好 大概是间隔给它给个 给个五十看一下啊 想说我拿一个五十的这个 高度啊 每个间隔五十吧 然后呢 什么 可以建一个辅助线吧 好 这个再拖下来 是吧 这个框的高度是五十是吧 对 那么来一下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新建这个什么呢 辅助线啊 好 这个的话 把这里来 好 先放这么几个吧 放这么几个啊 Ctrl加d取要选择啊 然后的话我把那些什么呢 图表全部拖进来 然后一个的放 是这样的啊 一个的放啊 好 比如说这个 再拿进来啊 好 接着是这个购物车吧 这购物车拖进来 是吧 拖进来之后 然后点对勾 是吧 然后把它什么呢 移动到这个地方来吧 对齐啊 是吧 好 对齐啊 好 那么这个顶格的话 就怕它怎么样呢 裁写掉那个透明的 半透明的像素啊 最好怎么样呢 出来一个像素 再出来一个是吧 最好是出过来一个像素啊 这样子的 好 这是第二个图标吧 接着是其他的图标是吧 其他图标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什么呢 这几个图标啊 这几个图标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几个图标啊 好 这几个图标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再把它拿过来啊 首先是什么呢 首先是 首先是 首先是苹果是吧 苹果啊 好 我们可以一致性的把它拖进来 然后再摆它的位置也可以啊 点一个 然后按Ctrl键 点第二个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然后一起把它拽进来 是吧 对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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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好 接着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Icon01吧 是吧 01是这个啊 Icon01吧 是吧 把它拖动到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最好过来一个像素啊 它的产生一定要透明的这个像素了 好 好 Icon02啊 02啊 02的话是这里吧 好 这样子是吧 好 03 03 03的话是这样子是吧 嗯 好 好 在04是吧 04是吧 04的话把它拖下来啊 好 这是05吧 05吧 好 06啊 06啊 06 好 我在移动的时候是用键盘的上下键移的啊 上下左右键移的啊 上下左右键移的啊 好 这个放完是吧 这个放完之后还有什么 还有图标吧 还有图标 比如说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箭头的图标吧 也把它拖进来是吧 箭头图标啊 好 放进来 放在这打对攻是吧 把这个箭头图标也放到这里来啊 好 放到这里来之后 然后的话 这里放好 是吧 好 往下 往右啊 拖出一个像素啊 防止它裁切啊 好 这个放完之后 这个什么 这个是不是做好了 做好了怎么做呢 然后是怎么办 我把它先Ctrl加S 都不存一下啊 存一下是存成PSD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这种要存成什么 PNG吧 是吧 那么存成PNG怎么存呢 先把它的什么呢 图层里面啊 先把它的背景成什么 先把它裁一下吧 先什么 我这个图像下面这一块 是不是太长了 不需要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右边也不需要了 明白没有 我只需要这一块 是吧 然后用这个巨型宽工具 把它什么呢 把它 引动这里来是吧 然后点图像 裁剪 是不是裁掉了啊 啊 Ctrl加D 取消选择啊 然后呢 怎么样呢 把这个背景图 把它背景成怎么样 把它隐藏起来吧 是吧 最终我需要这张图啊 好 然后是文件 存储为Web 首用格式啊 这里选择什么呢 PNG24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然后的话 再存储啊 再存储 好 大家记得 如果我存一张的时候 大家记得啊 这个时候是不是存一张啊 存一张的时候 它这个时候 不会新建 我直接到这个里面来存啊 点保存是吧 是不是存的啊 好 确定啊 确定完之后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一张 icon 这个图片呢 看见没有 是吧 是不是有这张PNG的图片呢 好 这张图片完了之后怎么样 这个 这个叫雪碧图啊 那么它就做好了 做好它怎么样 我这些图怎么样 全部可以删掉不要了啊 这一图就可以不要了 明白没有 好把它删掉啊 删除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的图片是不是准备好了 啊 这是第二步啊 所以说我做网页 只需要这些图片 明白没有 那些小图标 我就怎么样 合并成一张图 为了什么呢 潜在性能优化啊 比如说 这就是什么 雪碧图的制作啊 那么这个制作就是什么 就是实际上是什么 把小图标进行合并吧 啊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制作的方法啊 好 那么大家如果切出来之后 大家就把这一步也做一下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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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